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话经济阿米的阿米秀 8月12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旅业,中国人寿 上海石油化工股份等,五家国有控股企业公司发布公告称 申请资源将其美国存托股份从纽交所退市,受到市场关注 相关各邦表示,五家企业宣布自美退市 是从自身实际和商业角度考虑,不会对中概股 对中美两个资本市场构成大的影响或冲击 更不意味着主动谋求金融脱欧,不必过度解读 正在产业升级的中国与美国经济脱欧,无意于打断全球产业链 如果美国单独维持现有体系很吃力,而中国既不想也无力另起炉灶 世界两大经济体将分道扬镳,如果网络空间、科技标准、支付系统等分裂 对立的两个规则体系迫使各国选边站队,清朝之下没有玩卵 产业链断裂的全球经济必将严重倒退 作为欧帮的发动机,德国对于所谓的中国经济脱欧贸易战 从来都是心知肚明的,和各方各行大家都赚钱 分码刹敌一千至三六千,各种厉害,德国人自己心知肚明 就像刚刚我们的节目里面提到的五大国企,美国退市 大家说危机就在眼前了,就在8月15、10多号 你看这几个公司,刚刚我们在背景里面提到,中石油、中石化 中国旅游、中国人寿、上海石油、化工,都是大名鼎鼎的国有控股企业 都退市了 退市了呢,就像我们这里面讲,有人说是好事,有人说是坏事 那到底是好事坏事呢?谁也不敢说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 就是从现实来看,你说中美 这全世界这个几十年,把全球化建立的分工啊,都已经根心地骨了 那尤其是我们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全球拥有完整的工业门类的这个中国 还有美国啊,非实体经济啊,占比超过了70% 你说我们跟美国的这个脱欧,不,不是脱欧,脱美啊 脱美啊,除非是大家是真的这儿冲,直接发生了直接的这种热战 就不大可能这个一夜之间这个这个各奔东西 那回到眼前啊,这个五大国企退 这个事情呢,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那后来我们看了一下,这大概反正很多的,很多各种各的 无论是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方面想的 还是从美国来说,我就不给你助攻了 我天天就给你助攻的吧,你就从我这儿撸钱 回去发展你的这个小经济是吧,就赚小钱钱 然后我就没搭上什么好处 我觉得这美国人想法挺有意思的啊 那这个所谓的中美脱欧啊,这挺有趣的 那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先生啊 就是这个我们说的中国人民国学院的研究院 国际发行学院的销售 这个美国研究院的这个李信世先生 在两年前光明日报发布发表的这么一个 中美经济脱欧不现实里面提到的 说日益完整及成熟的全球产业链 是几十年的全球化结晶 脱离产业链的实体经济啊,这经济体呢 一定会扑乱重重 那被美国西方制裁的那几个经济体 虽然说有受制于这个自身弱小 或者是经济力所不能跟中国比 但是呢也看到了说如果被挤出的产业链 这当然好过 那目前来看,正在升级的这个中国产业 跟中国美国经济如果脱钩 这肯定是打乱的全球全球产业链 对吧 那美国自己他要维持这么一 现在由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维持来的这个体系 那当然会吃力量,不用想啊 是吧,越南称武器 我们知道前来讲的,印度也想去接 对吧,不管现在一直跟这个台海没来远去 是吧,然后其他的这些 墨西哥一直是扶不起扶不上墙的阿斗 对吧,拉美更加不用说了 呃,原来的这个像一些东欧也好像不行 那中国呢,从我们来说 我们也不想去打破碗 是吧,大家一直吃饭都好 我也不想去搞牢灶 那如果一旦破裂了 那一定是全球化来倒退 那从我们这个角度看 就是呃,中国的这个跟美国的这个经济脱 经济脱美啊,其实不大现实 而且呢,从我们颤导啊 那有人说,哎呀,这个中美这个经济脱欧啊 现在是不是以政治为为为这个出发点的了 很多时候是,大家是想不想脱 但是很多人就推的 但你脱,脱了以后 难道你就能够达成那些意思是要脱美 让中美经济脱美脱,脱欧的人能够达成目标啊 不是啊 1000加外人自阅读,800加半字 1000加多评论制服洞察 400加及500加小时400加半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人创跨境案例截图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制服阿米跨境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这两个字幕提供